近日汪小飞张阴影被传还未分手,不少网友喊话张阴影给她生个孩子吧,而这也是因为汪小飞多次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自己对孩子的思念,由于离婚后孩子们都跟着戴S,加上多方面原因,汪小飞也一直未能见到一双儿女,尤其是女儿小月儿,可以说是她的心头肉,长期未见甚是想念,汪小飞对女儿的偏爱体现在多处,在直播时汪小飞就透露经常和女儿视讯,还提醒月儿要乖乖念书,相当关心女儿的生活。 此前汪小飞新店开业,适逢小月儿八岁生日,尽管汪小飞并未发文庆声,却介绍了自己新开的一家广东餐厅,取名为月儿堂。 宛如当年为戴S开设S Hotel一样,餐厅名字恰好是月儿的谐音,暗藏爱旅心思,就连网友看了也说你真的很爱女儿,如今孩子不在身边,曾经的爱人也离开了,很难不说与她自己有很大的关系,也难怪网友喊话张阴影让她生孩子,或许这才是成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